大家好,又是我指明哥 这个是分享一些珠宝小知识 和分享一些业内见闻的channel 如果你未subscribe的,希望你subscribe我吧 黄金珠宝这个行业存在了过千年了 就算现在这个讯息透明的时代 但是这一行依然是比较封闭的 我就做了这么多年了 依然都有朋友来问我一些珠宝的问题 又或者想买一些珠宝首饰 希望我帮忙的 当然了,如果这个行业不是那么封闭的话 它根本就不需要我帮忙 可以知道大家依然对这个行业是比较陌生 但其实上网现在已经见到很多说 鑽石4C、黄金、珠宝 甚至一些专家说很多很细节、深入的知识 但是我就发现很少说一些 再深入一点的就是鑽石的定价 和我们同行如何采购 这个视频如果你看了之后 其实你已经会知道我们这一行是如何运作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立刻入行的 是因为你是需要很多资金 好了,事不迟了 首先,你们记不记得我之前有一个视频 就是说鑽石是不是一个骗局呢 到了今时今日都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鑽石其实是炭来的 都不值钱的 你这一行其实是不是骗人的 也都有人问我鑽石这个行业是不是赚很多钱的呢 也都有人就说羡慕我做这一行 因为好像可以赚很多钱 我跟他说绝对不是啦 你看我现在这个款式 那么兜了你就知道鑽石赚钱 这个才是骗局 不过老实地说鑽石这一样东西 其实真的非常值钱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暴利呢 赚那么多钱呢 其实是两个极端 就是各种各样的大品牌 好像那些C字头啦 T字头啦 周字头啦 他们的价格是set得非常高 是非常之暴利的 但是呢 作为生活上 你有些朋友是做珠宝钻石的 做批发的 或者做出口的 好像我这些做厂的 其实这个利润真的低到你难以想象 有时呢 只有3-5个百分 好处的就有10个百分 就算是一些我自己设计的款式 用了好多时间 设计啦 QC啦 追货期啦 到最后可能都只有十几个百分的利润 你们呢 可能不相信啦 不知你们有没有试过呢 叫了个朋友的朋友 想报价买鑽石啦 为什么问了他之后 他又好像不是很理你 你又觉得他很困 是吧 哇塞你都买几万元的东西啊 之后你又叫他便宜些 报了价你想便宜些嘛 几万元的东西 那你想说一下价 他又之后又不理你 还发你脾气 有没有发生过呢 其实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我们真的赚的钱实在太少 譬如你买一万元的东西 我们可能只是赚你五百元 甚至一千元 如果是朋友的 我甚至真的赚你一二百元 赚下回的士钱而已 报了价给你 你立刻跟我说要八折 还便宜过我的入货价 那我可以不生气吗 是不是呢 我说的是我的朋友 或者朋友的朋友 帮我买东西的情况 真的赚好少好少 就好像你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有个建议零售价的嘛 其实鑽石这一样东西 有没有一个建议零售价的呢 去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间 美国很厉害的公司 叫做REPNET 没有这间公司之前 鑽石的价钱是非常浮动的 一间公司可以报十万元 卖给你 而另一间公司 可以根据它的支出成本 又可能低一点 可能五万元卖给你都可以的 所以那个浮动是非常之大的 而鑽石有没有一个建议零售价呢 是有的 就是这一间公司 这一间公司是简直改变了整个鑽石行业 而这一间公司是超级的厉害的 珠宝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 已经过千年历史了 而这一间公司是可以横空出世 统一了这个行业的鑽石价钱 而这一间公司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创立了一个鑽石的价钱指标 就是叫做wapaport 如果买鑽石有差不多的深入的话 可能听过的了 wapaport是一个表格 由左到右 根据鑽石不同的数据 比如4C 就有一个座标 你就可以根据座标 找到你鑽石的级数 从而知道一个建议零售价 它是by car数的 而全世界的鑽石商人 是全世界的 在我讲的 就会根据这一个价钱 就作为一个建议零售价 之后将这个价钱 加一点或者减一点 就进行一个统一的价格销售 虽然都有机会说它又加一点 但是你又便宜一点 但是基本上价格是确定了 而这个价格标准是会经常更新的 所以如果你是它的会员的话 你就要经常上去它的internet 每个星期downloadupdate 你就知道update的价钱了 而除了这个wapaport之外 而它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单只建立了一个鑽石的建议零售价 而是它还有一个平台的 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鑽石交易平台 每一天有成千上万个交易在上面 小到十分的鑽石 大到几十卡鑽石都可以在上面买到的 而以上面的价钱全部都是批发价 没错是批发价 那你就会问我是不是都可以上网查一下 看一下究竟多少钱 那便知道鑽石的批发价 那我就不会被人骗那么多钱 亦都不会被人赚那么多钱 没错你是可以的 你只要给港币五千元一年的会费 填一些表格 你就可以上去查的了 是可以看到几乎全世界鑽石的存储 大件事了 其实这一件事呢 是所有我们做鑽石这一行的人 都不想被零售客知道的东西 我说了出来 我怕我出街被人打 都是不好出样的 不过但是这么说 为什么我是怕而可以在这里说呢 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利润实在是太低了 我买鑽石的利润是低到非常之不合理的 你们可能不相信 其实在香港呢 鑽石价格透明之后 尤其是鑽石楼上铺 中国人做生意最好就是打价钱 那些楼上铺 大家就你便宜点 他便宜点 十年前一些小的鑽石铺 他们的利润都可以去到十几至20% 但是我现在知道呢 有一些鑽石楼上铺的利润呢 已经去到5%了 其实你买一粒五万元的鑽石的时候 其实它的利润呢可能是2,000元 之后还要把鑽石拿来拿去 还要帮你双戒指 很多后续的功夫 要跟你讲解 其实这个利润真的很低 所以我们真的不怕说这件事给你听 因为你真的买五万元鑽石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你交了5,000元会费之后呢 你上去那个平台那里看鑽石 之后才发现原来跟我们的价钱是差不多 之后你还亏了5,000元的会费 之后还要承受风险 风险是什么呢 第一你要付会费 还要浪费时间 因为你不是那么熟赚石这个平台的东西 不像我们整天按 早上按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讨论 第二 这是一个国际的鑽石交易平台 你付了会费 但是也有可能有人跟你的心态一样 都是付了5,000元会费 那他怎样呢 他就放一些鑽石上去卖 在这个平台那里 但是这个平台它是不会有交易保障的 所以你买的鑽石呢 是不是真的你收到那粒鑽石呢 甚至你收不收到货呢 这个平台它是不会保证的 那不会像我们那样 在我们那里买了 就算付了钱之后 24小时之内 我们不问理由可以帮你原价回收 甚至我们整间公司冻在这里 根本是跑不掉的 第三 你选择那粒鑽石呢 可能存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 可能在美国 可能在欧洲 也都可能在香港 甚至印度 是因为这个平台是非常国际化 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你怎样保证 就算那粒鑽石真的是真的 卖家是真的想寄给你的 那怎样保证那粒鑽石可以安全地送到你去手上呢 不说运费了 还有关税 时间 我都相信你们听过 有些国家只是出关 报关的程序都需要两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 一个不幸 那粒鑽石如果是阿富汗的话 阿富汗是一个很出名 出产补石的地方 可能你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 你可能付了钱 就有机会收不到鑽石了 你听了那么久 听了那么多 好像我们这些 卖鑽石的 卖首饰的 其实是承担了好多的风险 而我们用这些现金 就入了那么多的存货 那这些存货是压着我们的资金的 那整个过程呢 我们将鑽石送到你的手上 之后还要有很多后续的保养 我们人工 我们要把鑽石商做戒指 里面还有设计 黄金 手工 那你觉得你三万元 买一粒鑽石 我赚你一千元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为什么很多人 找我们买首饰 叫我们报价 而我们报价报得这么迟的原因 也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他们上到我公司买东西 我汽水都没有给他们 水又没有滴 因为我们的利润实在太低了 如果客人他们想有很好的服务 很好的招呼 可能就要去大品牌买了 不过你们不要以为 因为子明哥你是做这些行的 你当然是说这些行的好处 还说自己赚得少 我是很fair的 下次我讲一个视频 讲一讲大品牌 珠宝 首饰 在那里买的好处 每一个都讲一些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没subscribe我的channel 希望你们subscribe 拜拜